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我们走过内容行销,现在我们要走到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这部分的话最主要是我们业绩 我们的实习厂商都反映说我们学生在数据证划面上比较多 然後我們今天請的話,是要叫Power BI, Power BI Excel的部分,它就是一個技巧,是一個工具, 學同學的話,工具跟技巧最主要就是要, 你要知道說怎麼樣去使用它, 所以你不用擔心很多, 你不用擔心說一次用到很多統一的觀念, 還好就是你的技巧用好就好, 然後呢,我今天看一下孫老師, 孫老師現在可以把手機拿起來, 然後在YouTube裡面也輸入孫老師的名字, 孫老師是很多資訊科技老師的老師, 他在很多的生活機關都有上過課, 他在YouTube有很多教學影片, 我們今天真的是很難得請幫他過來, 然後他會帶我們四個禮拜的課程, 他應該也算是我的老師的老師, 因為我在學習他的部分, 所以同學這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走的是數據的部分, 那詳細內容的話, 孫老師在跟我們做介紹, 那同學就是這個工具的部分, 就是你們好好的把它學起來, 那孫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東西都是要電腦操作, 所以的話,找好一下你可以用的電腦, 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帶弄的部分, 你就是用弄的弄會比較方便, 所以今天, 現在一三個禮拜一定要有電腦, 一定要有電腦的部分, 那這個技巧把它學起來, 真的很有用,真的很有用。 好,老師謝謝。 謝謝。 好,謝謝教老師。 那我們就接下來進行, 我們這為期12個小時的一個數據分析部分。 那在數據分析裡面呢, 我們過往可能都是使用, 像免費版的軟體Power BI, 或者是付費版的軟體Table, 來去進行。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是政府機關, 或者是民間的企業, 他們不太可能花很多的錢, 去買所謂的一個付費版的軟體。 所以在Power BI這個地方呢, 從2017年開始, 他就穩坐BI類軟體的第一名, 一直到現在。 那第二名就是2016年之前的Table, 現在一直都只能做第二名。 但是你不要想看這一家公司, 這個軟體公司, 它的股價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你未來想要從事走一些數據分析, 其實我覺得說, 你們應該是要把Power BI這套人好好的發揮。 那我在這個課程裡面, 大致上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大數據分析是什麼? 還有, 它到底有別於統計的地方是什麼? 它沒有機率, 這個理論基礎, 那它要怎麼做? 它能做什麼? 所以你到時候了解這件事情, 你就會知道說, 我會要求你們, 你一定要去做什麼? 趨勢分析, 一定要去看它的邊界。 像現在Deep Learning都在談這樣子的技術。 好, 我姓孫在哪裡? 在太陽的羊。 這是我的電子郵件, 還有我的WeChat, 還有Live, 隨便你們看你們要怎麼樣跟我聯繫。 所以, 我的範例獎頁都放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要到這個地方了。 可是, 我之前是在巨匠電腦公司, 總公司, 專任獎師, 就是幫他交各公司, 十年前, 應該說是快十一年前, 我就想說, 我的人生不應該只有在這個領域, 所以我又在跑去國立陽明大學, 繼續進修。 我希望說, 把我的資訊專才能夠跟醫生, 還有生物專家一起合作, 解決比如說癌症的議題。 可是我為了今天的課程, 我雖然已經跨到像城市設計, 資訊工程, 以及跟醫學。 但是, 商業上, 下一次我想用的資料就是GDP, GNI, 這些資料是跟你們更貼切的。 所以, 我們今天講的是商業智慧, 下一次我們就來看看, 國民所謂的國內的GDP, 還有GNI, 它到底從好像民國40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它的一個變化, 這真的是可以去撰寫一部, 認識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所謂所得稅收的一個變遷史。 那, 我的專長, 我希望我把它著重在, 像例如說, 大數據分析還有自動化。 所以, 你要是對於一些像如何取得資料, 或者是你對於一些程式設計, 如何做到大數據分析, 這都歡迎你, 我們一起來研究討論。 好, 好, 我們今天來看, 我們都要找一個變遷史的女性。 我們要找她的一個變遷史。 我們在這次詐意思的判斷中,